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要谈糖尿病 什么叫做糖尿病呢 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呢 大家看我们的胰脏 糖尿病就是血糖高 这个右边白色的是葡萄糖 当我们吃下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胰脏 蓝色的胰脏 它会分泌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 它就会 透过胰岛素接受体 一打开 就把葡萄糖的通道打开 葡萄糖跑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人 第二型糖尿病呢 就是说可能因为缺氧 或者某种运输 或者原料不够等等 你的胰岛素不好 就好像你的药石孔不好 坏掉了 或者药石孔不好 或者你的药石不好 不知道哪个不好 结果葡萄糖就进不去 葡萄糖的大门打不开 这个也是糖尿病 那么这个是 左边那个是胰岛素接受体 接受体 胰岛素就在上面 它就可以把这个葡萄糖的通道打开 葡萄糖进来 那如果能够很顺利这样 人就不会糖尿病了 葡萄糖就可以提供我们燃烧 那么第一型糖尿病它又不一样 第一型糖尿病呢 它就是这个胰岛素 这个本来很正常的这个胰岛素 胰岛细胞 它就可能发生很多原因 有时候是自体免疫 有时候可能是其他原因 大家看最右边这个是 第一型糖尿病 左边是正常的人 它会分泌这个胰岛素 可是最右边呢 它就没有胰岛素可以分泌 胰岛素的浓度很低 所以你看它就没有T字型的那个胰岛素 有没有 所以要打人工胰岛素就是这样 然后要打胰岛素 所以说我们讲 要了解打糖尿病治疗 就是要看一下第四集 生酮饮食 基本上要治疗糖尿病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要吃糖 不要吃淀粉 不要吃葡萄糖 像我本身 我就是一个重症糖尿病患者 因为我妈妈生了11个小孩 每个都很健康 只有我当医师的身体最不好 血糖曾经高到1000 以前我当急诊科医师 叫做血汗劳工 常常一个礼拜都没有睡觉 白天在忙 晚上不睡觉 就这样 有一天忽然间看到 只觉得有点头一阴的 有点好像喝醉酒这样 走路不拉稳 我就去急诊师 验一下我的指尖的血糖 他现在是500 我的结论就是血糖继续坏掉了 我想我们医生都会这样 好 血糖继续坏掉 那去家后病房测一下 还是这样 病房测一下还是这样 真的假的 我血糖500 没有搞错 后来我就再抽血汗 超过1000 那个检验师说要再西施 我说算了算了不用了 1000就好了 糖化血汗一看13.5 我跟很多糖尿病的医师说 你没有搞错 我当医师这么久 还没有看过13.5的糖化血汗数 正常是6 后来我也是 妈皮皮的不大管他 反正我觉得人还好 血糖高一点又怎样 对不对 好像也没有怎样 然后人都还好 当然很累 很多我们就不说了 到最后我也是有点怕 后来就慢慢慢慢的 接触这个 后来就自己做断糖生酮饮食 我今天完全是一滴糖都不吃 就是完全吃断糖生酮饮食 怎么吃呢 就是早上吃40cc的油 下午吃40cc的油 Omega 3 369 然后怎么吃 我们改天再说明 就是把它调一成 好像没有 有甜味的 没有淀粉 没有糖的果汁这样 然后中间就吃蔬菜 就是因为蔬菜不算糖 它不算淀粉 也不算蛋白质 也不算脂肪这样 一天就完全靠这个 生酮饮食来维持生命 就是说 就是说不吃葡萄糖 就没有糖尿病 所以我曾经写了一个 一篇文章也蛮多的 叫做 糖尿病不必吃药不必打针 大家按照这个字去搜寻 就会看到 我讲得非常的完整 就怎么样治疗糖尿病 事实上 我几乎所有的糖尿病病人来 不管第一行第二行 他肯听我的话 照我的方法去做 基本上是没有人再打针 没有人再吃药 不过 人家说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流泪 如果不是快洗肾的 他也不会听我 如果不是眼睛快下的 也不会听我的 就是我打一刀树就好了 其实人都有惰性 所以我就是讲归讲了 你们要不要听 要不要爱你的身体 那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也是一个素食的受害者 我以前写过素食的书 后来那本书也不敢见人了 因为吃素的人就吃太多淀粉了 我也是 十几年吃十几年的素 没有吃到油 没有吃到什么油 油可能我们正常是占能量的百分之十 可能是百分之十不到 我想糖尿病也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我们建议糖尿病的患者 一定要吃Omega369的油 一天一公斤体重 最少要吃到一cc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糖尿病的一个看法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做一个短的视频 也不能够讲太多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糖尿病不必吃药不必打针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集深层核心热疗排毒